老闆熟練的單手打蛋 將鐵碗裡20顆蛋液拌勻之後 倒入熱好的油鍋開始拌炒 因為量多 火候拌炒速度都要控制好 最後加入靈魂醬料 用醬油稍微調味 炒雞蛋鋪上白飯 每一口都是滿滿蛋香 很香的 怎麼說 有豬油的味道 然後還有醬油 很刷子 它的飯很粒粒分明 然後它的蛋有加一個醬油 就也很好吃 只有在斗斗看到了 外面應該就是蛋炒飯 對 不然就是可能煎蛋炒蛋 另外飯是另外白飯 單飯這一位是雲林斗六人 從小吃到大的平價美食 甚至還有人特別從其他鄉鎮跑來買 因為我不住這裡 你不住 我住隔壁鎮 隔壁鎮特別跑來這裡買 不少人表示 其他地區都沒有看過蛋飯 而雞蛋跟白飯粒粒分明的口感 又不是蛋炒飯 或是煎蛋炒蛋能夠替代的 不過蛋飯這一道料理 其實起因是源自於父母的愛 老闆說這家孩子小時候比較挑食 才會用炒雞蛋加醬油 跟白飯拌在一塊吃 沒想到竟誤打誤撞 成為了在地特色小吃 是TVBS新聞張愁美理 蔡英雲林產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